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若生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FBI突击搜查特朗普海湖庄园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周一晚间就表示 联邦调查局FBI特工在对他位于佛罗里达州 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度假屋进行突击检查 华盛顿邮报上个月引述消息人士称 美国司法部正对特朗普试图推翻 2020年的总统选举结果展开刑事调查 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就说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总统身上 他表示在与相关政府机构合作后 对他的家进行这种突击检查是不必要的 也是不适当的 这次的行动的细节没有立即被公布 特朗普的助手也没有立即回应提供更多信息的请求 换个焦点 白宫说美国不会上中国的沟 那美国五角大楼一高级官员就说 华府对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动武的时间表的评估 并没有改变 路透社报道 中国大陆周一宣布在台海周边进行新的联合军事演训 引发美国总统拜登的关切 这是中国国防部进行了72个小时的军演之后 继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演习 美国国防部政策事务副部长卡尔就表示 五角大楼认为中国大陆不会在未来几年试图以军事行动夺取台湾的评估 没有改变 卡尔就说 很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试图脸破台湾 他们正在试图脸破国际社会 而他要说的是 他们不会上钩 这是不会奏效的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去年11月就曾表示 虽然中国的军事能力足以夺取台湾 但他在未来两年这么做的可能性不大 一些美国官员曾私下说 即使到了2027年 他们也不认为中国大陆在军事上已经具备完全占领台湾的能力 李显龙说 中美风暴正在聚集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昨日发表国庆宪辞时表示 就地缘政治环境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存在误判的空间 他表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深度猜忌和有限的接触中 这种紧张局势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改善 李显龙就说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对世界和新加坡也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 他使俄罗斯这个核大国与许多国家 特别是美国和北约国家产生了激烈的对抗 这种对抗敌意很深 而且不会轻易解决 第二 入侵违反了联合国县章中关于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 李显龙就指出 这对新加坡来说尤其重要 因为这些原则是他们安全的基础 甚至是新加坡的生存 第三 欧洲的战争将影响亚太的区域安全 它已经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以及与美国在亚洲的合作伙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 新加坡将被我们周围的地区的激烈竞争和紧张局势所冲击 李显龙就说保持团结是新加坡生存的关键 这是在一个日益混乱的世界中应对挑战的唯一途径 那我们必须着眼于我们的全面防御 并保持一个强大和可信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和内政部 我们也必须振作起来 做好心理准备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 我们的地区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和平和稳定 那上周佩洛西拜访了新加坡总统哈利玛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根据新加坡外交部介绍 李显龙在会上强调了稳定的美中关系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 再来我们一起关注佩洛西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 那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使美国总统拜登处理与中国关系时非常头痛 后者是美国在全球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分析人士就警告未来有许多风险 那BBC中文就报道 北京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则说自己是独立的 美国说台湾不是独立的 但将其当作盟友 三方都没有对自己的主张采取积极行动 维持这种脆弱的平衡似乎是最不坏的选择 但佩洛西访问台湾 使上述安排背后的矛盾之处暴露无遗 这种脆弱的平衡已经变得十分紧张 佩洛西是25年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美国官员 中国对他的访问愤怒不已 而中美关系已经低至冰点 此次危机使拜登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 而且美国正在专注于俄乌战争 此次危机增加了美国被卷入于另一个大国冲突的风险 美国政府内部的不和 使台湾看起来像是华盛顿地盘争夺战的一部分 这没什么帮助 佩洛西是民主党人 也是长期的对华鹰派 她获得国会强大的共和党议员们的欢呼 他们也同意 中国对台湾威胁日益增长之时 美国国会对台湾的访问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团结 那在白宫的民主党同僚们则认为 国会是独立于行政部门的 因此没有资格阻止她赴台湾 那私下里拜登派助手警告她 现在是在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敏感时期 及其背后的风险 那佩洛西被告知 习近平将在11月面临一次重要的党代会 同时面临相当大的国内压力 不能显得软弱 那当佩洛西决定离开时 美国政府不得不为此举辩护 并淡化其重要性 强调这并不代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有所改变 但美国政府就承认 中国政府会反应剧烈 那并可能在数周甚至数个月内 持续推出反制措施 那在中国以实弹军事演习包围台湾之时 华盛顿的观点仍然是 习近平旨在描定其行动 以避免公开开战 这是双方都不想看到的 曾是亚太地区外交官的丹尼拉塞尔就表示 美国和中国既没有政治空间 也没有真正的关系和机制 来防止这样的事情变成全面的危机 两个全球大国在解决一系列 其他问题上已经出现功能障碍 这将进一步加深摇摇欲坠的情形 白宫现在说其目标是建立护栏 以管理分歧 两国领导人之间直接达成共识 但台湾已经提出了可信度的问题 德国马歇尔基金的亚洲专家 格莱伊就认为 习近平会觉得他不能相信拜登的话 格莱伊说现在需要的是一个集中的 安静的 坦诚的 对话 摆脱标准的摩林两可的剧本 明切地指出红线 如果在11月的G20峰会期间 能够成功安排两国领导人面对面会谈 也许这将成为可能 这可能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 但不太可能超越危机管理的范畴 再来我们带您关注日本开展 存亡危机事态训练 由美国主导26个国家参与的 环太平洋2022大规模联合演习 于6月29日至8月4日在夏威夷周边海域进行 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 纷纷派出航母或准航母参演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出云号轻型航母 和高波号驱逐舰参加了此次的演习 根据共同社的报道 存亡危机事态是认定 未存在密切关系的他国遭到攻击 日本存亡受到威胁的情况 若满足没有其他适当手段等 武力行使的三大条件则可行使集体自卫权 安信夫向媒体强调 至今为止 自卫队一直基于安保法 切实地完成各项任务 将继续参加此类训练 有效运用 为应对一切事态做好万全准备 关于训练内容 安信夫介绍称 以日本政府认定属于存亡危机事态为前提 开展了伴随行使武力的方案训练 关于详情 他以关乎运用为由没有透露 那日本智库战略研究论坛 六日于东京的一家酒店 举行了模拟台湾发生紧急情况的兵棋推演 现任的国会议员 前防卫大臣和前自卫队干部 接出席了 韩国外长访华 采明经济安全事务的立场 那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长朴正表示 访华期间将与中方就朝鲜 无核化供应链稳定等安全和经济领域问题 深入交换一键 并将站在守护韩国国家利益的角度 就双方面临的各种问题 向中方阐明立场 对于芯片联盟 挑战就强调 这并非为了排挤特定国家 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 也是韩国在供应链方面的重要合作对象 韩方有必要与中方就稳定管理供应链沟通对话 他将与中方就此协商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李昌阳就是否加入芯片四方联盟一事表态 这将是纯粹基于经济和战略层面的国家利益而决定的问题 他强调 韩方绝无排挤中国等特定国家或搞小圈子的意图 就中方是否会要求韩方维持萨德三部政策 朴正就回答说这与韩国安全主权相关 中方应尊重韩方的主权安全才能顺利发展韩中关系 朴正还表示韩中建交今年迎来30周年 为发展两国关系 他将提议两国共同实践的行动计划 并与中方讨论扩大韩中人文交流的方案 再来我们一起关注南韩教育部长上任34天就下台 那南韩教育部长朴顺爱提出把小学入学年龄 由6岁降至5岁 以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 让年轻人早一年毕业 早一年加入劳动市场 但此计划触发社会广泛的争议 引致家长及教师团体的不满 只不利学童发展 朴顺爱周一就宣布辞职就任仅34天 那朴顺爱是南韩历任教育部长当中第五短命 也是尹熙岳政府成立后首名请辞的内阁部长 据悉他被提名为教育部长后 便被爆料过去曾经有最佳记录和论文争议 外界认为他不适任 那朴顺爱7月29日公布教育改革方案 但计划引发家长及教师团体的不满 上周到总统办公室外抗议 称年幼的孩子在自立上未准备好 上述改革将增加寻找托儿服务的难度 学校亦未必有足够的资源应付 那随着反对下调入学年龄的呼声不断高涨 朴顺爱表示教育部有意听从名义取消计划 但围绕学制调整方案的争议持续发酵 家长、教育界和政界强烈要求他下台 那教育部其他建议包括高中学制改编 诸如废除外语高中以及大力培育数码等尖端领域人才 高中学制改编具体计划将于12月出炉 缅甸驻华大使今年第四名在中国逝世的外国大使 那路透社报道就称缅甸驻华大使吴苗丹佩 周日在中国南部城市昆明突然去世 官方报纸上没有具体说明他的死因 媒体就采测可能是心脏病爆发 也有报道称事发时吴苗丹佩正在搭乘 从昆明返回北京大使馆的航班 那报道就称吴苗丹佩于2019年被时任缅甸执政党 安桑素基领导人全国民主联盟任命为 特命全权驻华大使 虽然缅甸军方于2021年2月发动军方政变 但军政府依然任命吴苗丹佩继续担任驻华大使一职 如果消息最后得到确认 吴苗丹佩是一年以来第四位在中国去世的外国大使 那去年9月54岁的德国大使杨赫克去世 于时间离他在北京任职不到两周 65岁的乌克兰驻华大使馆对谢尔盖卡梅舍夫 于2月14日去世 菲律宾大使河塞圣地亚哥圣罗马纳 于4月在中国东部的安徽省隔离期间去世 新闻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泰国10月起 把新冠降至流感级别 那随着泰国新冠疫情趋稳 卫生部门宣布 10月起将新冠病毒从传染病级别危险降至于流感同级的需要监测 泰国卫生部长安努廷就表示 病毒降级反映了泰国卫生系统的应变能力 适当自我保护的行为 那当局也将调整疫后管理计划 允许私立医院直接采购抗病毒药物 而不必经政府渠道 那泰国目前已几乎取消所有的防疫限制 包括不再强制戴口罩 酒吧已经恢复正常营业时间 7月1日起 外国旅客也不必在入境前申请泰国通行证 只需携带接种疫苗证明 泰国总理巴育本月2日也表示 预计泰国经济今年增长3.3% 明年有望增长4.2% 基本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增长水平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